你最怕後悔的是什麼? 沒時間做完的事情 我的夢想是 作弦惹一個 hit song for the world 哇!這個問號很猛鬼 可不可以有一個 被猛鬼喎 你想一下 糟糕,如果真的要後悔 你沒得怕 因為每個人都是在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做你覺得這個時候最好的決定 有些人可能會想得多些 所以就有很多事情不敢做 但我是那種什麼都敢做的人 所以我理論上是不會讓自己後悔的 太忙了,沒有時間到他的家 有時候老人家大了,或者我的狗很大 到他一天不在,你會後悔 這件事是我最害怕的 我很害怕他給他太多壓力和聲音 然後他會發脾氣,然後他會發脾氣 不夠珍惜現在身邊的人 不夠關心我身邊的人 最怕是老人家離開了 你才會覺得我有些事情沒做,或者還沒做 懶度,應該是最怕自己是懶度 做工也好,做爸爸也好,工作也好 你每一件事是懶度 就不會得你不慶 最怕是有時候沒有時間陪家人 家人是不會等你的 可能爸爸媽媽老了,沒有這個能力去旅行 我怕我自己沒有時間陪他們 錯過了他們在的時候陪他們 對我愛的人不好 或者說一些事情陪他們 其實我反而現在會覺得 你跟他們一起相處的時候 你真的想過才說出來 不要因為一時衝動而傷害對方 其實我沒有什麼怕後悔的 其實很多事情 正常來說是你想過才做的 你做得到就不會後悔的 你不會說沒有想過的事情 就去做完,然後知道錯又說後悔又行的 你不是人來的,有老的 哈哈 這麼大一個人,你不是小朋友 想做的事沒有會做 通常都是感情和愛情的事 做錯的決定 就是不能回頭 或者是你錯過了一個機會 人家提供一個機會 你不去試的時候 然後人家做了一件事 那你就不能後悔 即是機會已經過了 即是你連去試都沒有試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放棄的 可能你的人生就會完全不斷 我去試的演唱會 你不想理會我 什麼都沒有 你不想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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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話 你不會想理會 有一個人 你的偶像 不想理會 有一個人 你會想理會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那你不想理會